在这边这个业者先跟大家致一个歉 造成大家的慌张 真的很不好意思 结束开庭 二度遭约谈的李仿轩 一改先前态度向镜头鞠躬道歉 长达12秒 我们都非常的积极的配合做调查 李仿轩顺后吴宝请回 面对实案风暴似乎已经乱了方向 从头到尾低头不说话 全由律师刘尚明带他回答 强调店内食材案发期间 李仿轩的家人也有吃炒果条 二度鞠躬一样长达十秒 接着两人快闪离开 而监禁除了约谈李仿轩 还找来王姓店长 王姓店长戴口罩帽子全身包紧紧 看到大批媒体同业也不多说 两人先后进到北检出庭 分别隔离讯问 包括案发时出国的周姓厨师 也一并遭到约谈 检警大动作找来三个人 除了针对李仿轩负责人 厘清交货过程以及食材品质 而针对周姓厨师则是要了解他在放假前 是如何交接给代理厨师 保存食材及烹饪方式 而召来王姓店长则是要厘清店内清洁 还有食材管理方式 食材到底做了什么问题啊 晚间周姓厨师是最后一位走出北检 面对提问还是没有多说 虽获无保请回 但一样限制出境出海 而整齐案件负责人李仿轩也被起底 过去曾经营旅游业 却因为疫情积欠千万转战餐饮 又爆出一次欠薪 还积欠菜商六十万 甚至连意外险都没钱续保 却被发现陪他开庭的律师刘尚明 名气不小 不但是自强隧道开车标速 造成女友过世的富少 尤翰宁委任律师 擅长公司法 保险法 金融跟消费争议 也曾办过力霸掏空 远航经营权纠纷等案 律师费少说二十万起跳 这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食物中毒的一个状况 李仿轩有钱请律师 却似乎没钱还款跟缴保险 未来面临巨额求偿 能不能赔得出钱 恐怕都是问号 明日新闻综合报导